台北市忠烈祠人潮众多 但是明明没下雨 却有人撑着伞行迹可疑 果然下一秒就看到另一名白衣男子上前 窃取日籍游客的财物 皮夹里装着上万元日币 行窃画面再看一次 身穿蓝衣的就是爬械集团的师傅施金豆 利用撑伞掩护通貨方案 下手的白衣男子则是徒弟李自玲 专门负责贴身行窃 他们大多锁定游客众多的忠烈祠 永康街或是自由广场下手 而且这还不是他们第一次犯案 5月份犯案 两名嫌犯被警方当场逮货 还在饭店揪出另一名共犯 但是4月份来台的时候 三个人成功窃取皮夹 还到了燕窝专卖店 盗刷被害人信用卡 一刷就是25万 警方调查 一些商家盗刷信用卡 然后离境之后 可能就是把这些物品再转卖 都会带不同的新人过来 用师徒制的方式 警方调查 这个渝山党平常三人一组 分工相当精细 有人爬窃 有人掩护 还有盗刷组 都以观光名义来台 而且还采师徒制 分批训练集团新手 首先警方埋伏及时带人 防止更多人受害 但前往人多的地方 还是得要留意自己身上的财物 免得成为不肖之徒 锁定的对象 记者以嘉明 请客 提 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 gusta 炒 вопрос 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蜂蜜 粉丝 订阅 转发 打 slavery